是的 行动党白沙罗前国会议员潘检伟 在煽动法下受到警方传召路供 也是潘检伟党同僚的五级牛乳儿国会议员兰卡巴 就为他打抱不平 矛头直指全国警察总长丹斯里拉扎鲁丁 在调查完成之前就断定潘检伟有罪 兰卡巴今天在脸书发文批评拉扎鲁丁 在昨天发布的文告中 以案件还在调查为由 呼吁民众不要胡乱揣测此案 却同时做出潘检伟的言论 具有煽动成分的结论 兰卡巴质问 如果拉扎鲁丁昨天已经得出 潘检伟言论具有煽动成分的结论 为何还需要当事员 今天到五级阿曼警察总部协助调查呢 这么看来 拉扎鲁丁在给以潘检伟公平合适的调查之前 就认定了潘检伟有罪 兰卡巴还强调 警队一哥发表这样的言论 并不能激发人们对调查过程公平的信心 全国警察总长应该专业履行职责 而不是被视为影响调查过程 咱们的警察总部协助调查过程公平的信心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